嘿我是野兵大雄 麻痺貝爾 今天換了新的紙套 不過感覺好像在灌大燈 絲側 這個色彩套裝買的 本本想說裝上去應該可以比原本的 藍色手套呢 來的好看結果 根本就是在灌大燈啊 要來開箱的是 黏土人浴室 這組浴室是大雄舊的浴室 不過這組已經算蠻豪華的了 大家看得出來就是 還有小櫃子 浴室的板斑 還有馬桶 跟浴缸 然後這個是衛生紙 為了塑造一點點感覺 因為呢如果你放了棉花的話 它很容易連棉絮在人物的關節上 然後還有這個 蓮蓬頭 而且這個蓮蓬頭還是可以拆的喔 超酷的 這個我記得當初買好像沒有很貴 還行好像 兩三百吧大概 因為大雄最喜歡撿便宜 都是在特價的時候嘛 問題點是 你們的黏土人有沒有在洗澡 你們的人偶有沒有在洗澡 沒有對不對 Dirty 要像大雄這樣子 隨時讓他們洗澡家喔 沒有錯 大雄要開的呢 就是這組超級豪華的高級衛浴組 這組呢原價好像五六百的樣子 然後因為當天呢 特價四百多 而且隔天呢就要調回原價 好像也是特價不過呢 沒有這組大雄買的時候的價錢呢 這麼便宜的價格喔 然後呢 為什麼他會穿這樣子 因為大雄最近啊 天氣超爆冷 然後大雄都是穿著衣服 然後去浴室裡面 把熱水打開 然後讓他流的差不多有熱水了之後呢 再脫衣服進去浴室裡面洗澡的啦 大家出事也都這樣呢 還是只有大雄有病 不管了 反正重點就是 他呢 也就在旁邊 等一下他的新的浴室啦 我們先來拆他吧 高級喔 其實他這種盒裝啊 他旁邊這裡就已經會先寫好 說他裡面到底有那些東西了 不過大雄覺得呢 還是得實際 看到呢 才會知道說有多厲害 哇好重喔 我該怎麼拆他呢 等一下這裡太多膠帶了吧 連這裡也有膠帶 怎樣 不能做得親民一點好拆一點嗎 好不管了 我要直接拆爆 大雄靠蠻力呢 把他拆爆了 這裡有小工具組 洗澡用的小工具 哇 是不是也很期待你的浴室呢 這麼期待 看到大雄了 嗨 嗨 皆さん 哇 這鏡子很認真耶 看得到我耶 現在有點高級耶 喔 這個 這個馬桶 這馬桶高級 這馬桶真的高級 他有水箱耶 喔 因為之前他這一個 這個是過爛 這個是高級 這個你跟我說是洗手台 我也相信啦 這個呢 是舊的浴缸 下面的腳腳呢 有點 真心的浴缸 下面的腳腳有點厲害 大小好像有差耶 我如果把腳腳拿掉的話 其實差不多 好吧 而且這個 糟糕這個明顯材質差很多 這個很重 這個材質好像 很高級很重 那這個呢 就比較不怎樣 而且呢 這個 地方做了一個腳的塞子 跟你們講 這個雖然是便宜貨 它的塞子 是真的 也真正能幫助耶 這個呢 就 稍嫌遜色 不過呢 高級感還不錯 這個呢 是 蓮蓬頭 新的蓮蓬頭 然後這個是 舊的蓮蓬頭 沒有錯 新的顏色上 質感上 看起來 好 可是 這個可以 拔呢 這個不行耶 這個東西也都不能轉耶 還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 轉動蓮蓬頭呢 哇 這個完勝耶 慘了 這個比較貴 還可以 東西比較爛 比較爛 沒關係 我們再來繼續看其他東西吧 它這個呢 這個也有耶 它這是做固定的 可是 它這個呢 是做成可以拆的 這個好像又贏了耶 怎麼這樣 然後這裡啊 這個 也是可以轉動的 而且裡面好像有做了 衛生紙的那個軸盆 然後這個啊 它比較厲害 因為 它是一個 可以這樣子抽的 衛生紙 雖然它是貼紙 可是好像相比之下比較高級耶 嗯... 慘了 這樣相比之下 大熊買了一個 比之前還差的東西 哦 小道具真的要比一下 我剛剛在看的時候 真的發現小道具差很多 來囉 這一邊呢 是 新的小道具 好像看起來不錯對不對 舊的這一組的小道具更厲害 很多瓶 還有刷子 然後小玩具 然後還有 肥皂 而且 那小玩具還不只一個 海豚 玩水的玩具 這個好像贏了耶 差很多 是可以一起用啦 可是 差很多的感覺就很差啊 怎麼不然這樣一比下去就回了 小丸子裡面有布 然後這個是布子布 然後這個是 舊的 啊對 這個是新的 這個小籃子是新的 然後這個是舊的 舊的 小籃子 很高級耶 新的就只是 長這樣一個小敵籃 總覺得 好像買了一個 等級比較低的東西耶 價格比較高級 然後東西比較低的感覺 恩... 好吧沒關係 呵呵呵呵呵 而且它為什麼 這裡有尿垢 像形色銀庫 沒有射進去 又黏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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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有血糖過高的問題喔 黏土人到底適不適合使用 有沒有像之前 剛剛那一個 小浴缸呢 怎麼使用 因為 這次是黏土瓦 上一次是黏土人 因為 黏土人跟黏土瓦 大小差滿多的 所以呢 一定要先試過喔 然後 給大家看 這樣大家才能夠 跟著大雄一起去買森林家族 呵呵呵呵 這個啊 這個人偶身上穿的 也是 舊的這一組附的 舊的好高級喔 相比之下新的好爛 這個的好用之處呢 就是黏土啊 可以很完美的 在裡面泡澡 然後上面呢 再塞個衛生紙 假裝一下它是 泡泡 perfect 這可以 那我們來試一下 其他的人偶吧 像是 大雄最喜歡收的 Tame Light 噔噔 好早上 呵呵呵 比較小一點 不過如果 買不到真的 比較OK 然後符合自己喜歡的樣子的話 這個還是可以啦 因為價格不會太高嘛 而且還附送了這麼多小東西 不過這個呢 高度 SHF什麼的就不行了 黏土人黏土啊 就超適合 你看 完美 perfect 那這個呢 就是這樣 接下來呢 大雄就是準備呢 把 舊的跟新的呢 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覺得舊的比較適合買啊 不過大雄舊的盒子已經丟 不知道丟哪去 因為 已經 很久了 尼古尾親嗎 所以這東西應該已經不知道去哪裡找了 如果有看到的話 看到跟這個 長得有點像的話 就可以買回來 因為我覺得 這組舊的比較划算 新的大雄有點後悔 因為 沒有比較好呢 OK 大雄花了一點時間呢 把整個場景呢 新的跟舊的呢 分開來擺 然後整個都擺好了 左邊呢 藍色的一看就知道呢 是新的 因為比較時尚一點 右邊呢 是舊的 因為看起來比較森林 就是森林家族啦 然後 大家應該一看就知道 差別在哪邊呢 右邊的套具真的超多 左邊呢 比較少一點 比較簡約一點 也比較豪華一點 剛剛呢 有講到就是 像他這個 洗臉台的部分 他有鏡子 然後看起來比較豪華 雖然這邊沒有呢 可是這邊啊 他呢 其實是有做成 一個 這個 洗臉台 然後不可拆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掛毛巾的 這個毛巾是可以拿下來的喔 他也是不知故的 小毛巾啦 呵呵 然後呢 大雄呢 剛剛把 這個 圍在他的 下面的這一張呢 給 拆下來 還給這邊了 還給這邊 馬桶呢 感覺上真的差超多的 所以 這個也好壞啦 大家 各自就是看想要哪一組 那就買哪一組囉 這一組呢 他另外一個好處呢 是 他的浴缸真的比較大 所以呢 如果要裝人偶的話 SHF光是 放梗就完全放不進去 那這個呢 凹腳凹起來還可以放得進去 如果是黏土娃 放過來這邊的話 可能就會形得比較窄一點 那 黏土人呢 這邊呢 是剛剛好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純粹要給黏土人使用的話 這一組呢 是 粉推的 那如果你是要給黏土人加黏土娃的話 這一組呢 會比較合適一點 然後呢 大雄今天的開箱呢 就在這邊 然後 這個呢 也不是業配 因為這只是大雄喜歡收藏的東西 大雄都是在 FUNBOX買啦 台南的 星光三月中山店的 FUNBOX 因為那邊的小姐服務真的很好 所以大雄就是常常都會去那邊買東西 那如果在那邊的話 不小心可能也會碰到大雄 跟大雄打個招呼也好哦 哈哈哈哈 對沒有錯 今天呢 大雄的開箱呢 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大雄 請幫大雄訂閱按讚還有分享出去 那不管你是黏土娃 黏土人 或者是想要買森林家族的東西的話呢 或者是說你本來就有買了 或者是什麼厲害的東西 跟大雄分享的話 都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回應你 都會看的哦 然後啊 大雄其實有買了其他幾個小小的 森林家族的東西 之後呢 還會再陸續的開箱出來 因為大雄發現了 森林家族的東西 而且價格不貴 而且對於黏土人真的超好用 大小真的超搭的 因為當初大雄一開始要買的時候呢 是帶著一隻黏土人 然後去到他們現場的展示櫃那邊 然後在玻璃櫃外面這樣一隻一隻的這樣 一個一個這樣 然後比一比後發現 絕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可以用的呢 所以呢大雄只要看到喜歡的呢 就會買 尤其是 神林家族不是有一些小衣服嗎 小衣服其實也可以套上去黏土人 如果呢你有看到一些小衣服 超可愛的 記得買回家套在黏土人身上 超可愛的喔 因為這一次呢 布置的呢 衣料呢 都只有在黏土娃身上出 這些黏土娃的衣服呢 有點貴 那如果說買神林家族的衣服呢 又便宜又可以穿又可愛的話 真的是很棒的喔 沒有錯 那記得 訂閱喔 記得要訂閱喔 記得要訂閱喔 然後還有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咪 呵呵 記得贏